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杰克是MOK对这ALO的第二局下半场果然带了闪现 对不对给你们分析过了为什么他不会带插眼 这张地图这套阵容带插眼不是特别好用 而且稳定性可能没有这个闪现高 板子下掉这边一个弹板加速 看一刀雾刃打中漂亮 这刀雾刃就是惊艳 根据你的一个距离判断 一刀雾刃直接打中 那这里空军要交枪了 这两交枪都不一定走得了 躲这杰克有点刚有点刚 交枪了但是雾刃没好应该吃到这一枪 我这边画面卡了 他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杰克就躲一躲 等到雾刃好了 这时候空军交枪的意义就没有了 那现在的话可能要等这个闪现了 哇今天的这个网络不行 我也卡了一下 对 刚才三秒钟了 三秒钟等雾刃 对对 他当时如果等个雾刃我觉得会更好 那现在的话 这边还有块板子 进去板子一下 一刀雾刃打没打中 问题不大 踩一脚 这是一个双弹空军 前面还有块板 这里调箱来帮忙下板 一刀 哎呦 这里被干扰的好难受啊 我觉得刚才这个地方 有点亏 现在是来反追这个调箱 一刀雾刃没打中 完了 这刀雾刃没打中 香水好了 香水片出来 抓个空军其实可以的 没必要 再来反手抓 因为你闪现在手上面的嘛 你就不要管这个调箱 完了 野粉着急了 打极了 打极了 这一手真的打极了 他刚才就是 不是 看见调箱下板了 对吧 我直接闪现过去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就是 就闪现他都 我直接闪现穿你嘛 我穿过去 直接把这空军给撂倒了 对吧 我把人挂在你调箱这边的 遗产机上面 节奏是很好的 现在的话 就很难打了 闪现都空了 你就让这刀雾刃打中了 你还得再补一刀 而且调箱如果不给你 一刀雾刃的机会 再打块板子 再往里面走 难受了 我觉得他可能急了 急了 这波真的急了 现在有个地下室 看一下能不能通过地下室翻盘 地下室不好搞 不好搞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机械师在外面 主要有个机械师在外面 对 就修你呗 就修 对啊 我不给你喊货 我就修就完了 而且调箱师 他是有半台遗产在中间的 补一补 开一开 慢慢打的话 杰克这把最多最多是个平局 对 优兵已经卡着了 优兵的电机已经修完 他已经卡着了 这边 这盐本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就是赢的 你看他打了机会了 他地下室上送了 这是干嘛 一刀雾刃 没打坐 再补 二挂 二挂的话 不是地下室了 最后两台机都在修 电机已经够了 看电机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 机械师来救的可能性很高 机械师来救的可能性很高 但机械师来救呢 有可能会救不下来 如果提前位置被找好的话 是有可能救不下来的 屠夫这把宝屏呢 也有机会 但是不是很大 小机会 他这里反正拖一拖 他是没有把这个传送给切出来吧 这边 机械师 用兵一起来 两个人一起救 一刀雾刃 没甩中 打一刀 好 那机械师怎么说 机械师还顿了一下 这些是有博命的 优兵帮他保护一下 博命拖出来 就好了 他这把打直了 就是那一波 其实前期他节奏还可以的 第一刀雾刃 帅气打中之后 他的节奏是好的 调养师这里看怎么说 板子下掉 让你牵不到我 电机直接点亮 难受了 完了 他除非这里一刀雾刃 直接把人给秒了才行 秒不掉 那边弹窗出去了 一刀雾刃没了 然后脚闪现了 而且地窖在这里 他只能叫闪现 把这个人先挂死 挂死以后那边跑了 总的来看两波 地下室那波没有占到便宜 第一波追空军 应该是最优的选择了 不要去贪恋 第一波真的 那个闪现闪出去 你看他这个空军 他走路走路 空军走不了的 那个地方绝对走不了 他最多最多就是板子 跟你博弈一下 你闪现出去以后 你如果球稳 我不急着出刀 我等误认好了 我再把你给打了也行 反正我最后肯定会挂回去 挂到你条氏电机脸上 你条氏开不掉 我守这台电机 这把至少平均起步 对吧 有点亏 有点急 只能说这把眼粉急了 就帮你吃 ¿ 请不吝点赞 policing 请不吝点赞 陈员